这不是吗 我听说我师傅在旁边 跟两个客人在聊天 这两个客人呢是茶师 我听说他们在一起聊天呢 我趁这个机会 我今天我就开了一个茶医诊所 就开一天呢 为了赚他们的钱 你怎么乐成这样的 师傅是这样 你这是吃了进口村了 您知道您最近呢 也比较缺钱是不是 什么话这叫 然后我趁您跟这两位茶师 在一起聊天的功夫呢 我开了一个茶医诊所 通过喝茶可以治客人的病 我的天哪 一会他们如果有人来 我解答不上来的我不知道的 我就过来问两位茶师 希望大伙能够配合 那没问题 你不知道了我们给你编 好好好 怎么编都行 科学是严谨的 只要挣钱就行哦 行嘞 谢谢两位茶师 谢谢 你这也是膨胀的一种表现 哎呀太好了 这怎么没有客人来呢 真是的 哎呀 太薄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到底坐不坐 可以坐 可以坐 你说 找你看看 我太胖了 我都胖得没人样了 好一条链我看着你了 哈哈哈 我觉得我不要看了 你到底有病没病 你你你看吧 哈哈哈 身高 一米一米七一 岁数 十六 几中 一百八 林佐晨 刚十六岁你都一百八 你还是人吗 别别打别打 不要不要 我想我想问林佐晨 我啊 我一百三 你那个是嘴吗 一百三 我都二十七了 我才一百三 一百三公斤 你怎么说话呢 一百三十 你有病没病 出门站蹲位 一脚一坑 没病我出去 什么叫没病 找您有事 什么病到底 您不问我 什么职业吧 什么职业 看病的吧 同志你看 老男人开心 你的职业是看病啊 不就是听说 您会给人看病 到底什么职业 就找您来了吧 职业 就是游民呗 游民 看病就是为了减肥 对不对 太对了 减肥 我让你喝花茶吧 花茶 花茶 一个月之内 就光喝花茶 当然了 一个月之内 体重没有降下来的话 再喝两月花茶 同时跑步 那我不喝花茶 光跑步也能减下来 你们等会儿啊 同志你看 是不是这情况怎么办 这个喝花茶减肥的事啊 如果不喝茶 只跑步效果更明显 行 咱主要得卖茶呀 这现在是一个课题了是吧 那行 我们现在说吗 你等会儿 我让你说 你再说啊 这家伙这是疯了 这是 我们旁边啊 有茶医 一会儿他们解释的时候 你就看大屏幕就行了 好不好 就看看那个 好 说 现在这个跟两位专家 咱们需要探讨一下了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喝茶 到底有没有减肥的功效 如果有的话 喝哪一种茶比较好一些 应该说很多专注当中都提到 茶有屈人之 帮助人家减肥的这个 一定的作用 有这样的功效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 这个茶帮助人家减肥 但是并没有说有立竿见影 这样的这种效果 而且要因人而异 但总体来说呢 应该说很多茶 都具有这样的定的减肥的作用 清理肠胃去除脂肪 对对对 但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完全 只靠着喝茶来解决 解决人体 对 这个刚才我也说了 他们第一 他不一定是立竿见影 第二也因人而异 那我身边有的朋友 也并没有说就因为喝茶 就一下子建成小瘦子 哦 我说这么认为 如果喝茶 你能连续喝九十年 那么你肯定能长瘦 王老师说呢 因为喝茶呀 茶里面的茶碱 茶多酚 等等的这个营养素 它会有利于消化 然后呢 把喝茶变成我们一种生活习惯 在健康的饮茶方式的这样状态下 一定能得到保健 还有减肥美容的功效 哦 是这么回事 好 听懂了吗 雷星总 你就喝花茶减肥就行 你先买二十斤花茶 花茶就能减肥 对 一个月之内喝完 那得了得了 您这儿能买吗 能买 能买 隔壁 是吗 多少钱一斤 一万六 先买二十斤 三块二万 对 你不是买把刀给我拿肉 是吧 你到底捡不捡 这也太贵了呀 行行行 走走走 那会儿交钱去啊 行行行 好吧好吧 真是 好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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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放 这同志你 这都什么人这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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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